作词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两句 这是那个表 这两句怎么讲 那一次都说过了 今天也不妨再说说 为了讲或夜苦 这个苦是夜里来的 夜是祸里来的 祸从哪里来的 这不应该要问的吗 这个祸发起到本性上 这一句重要 记住 这个本性 我先跟诸位说一句 凡是学佛的 不论你学哪一宗 就连明心见性 这个是很主要的问题 连个性都不懂得 那就算白白地学了回佛 什么用处也没有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字 虽很重要 讲起来可就麻烦了 光这一个字 讲两千年也讲不完 给诸位说 这么麻烦 何以呢 要能两千年 我们讲的都在两千年以前 要是有人有个三分之一能懂得 现在明白人就不少了 现在明心见性的有几人呢 这是大问题 诸位可以自己听听 那么我本人 你能讲这个性吗 我讲不了 怎么讲不了 我没明心见性 我只是讲的这个文字 这是说实在话 不要在这里吹大气 这个样子讲文字没用处 嘴里说的话也不是性 写的文字也不是性 这个性没法拿过来看看 这个很麻烦的吧 所以是难讲 要再误了 还是得自己误 自己误了 谁也不晓得 你自己晓得 我们虽然讲的是华颜经 修的 来到台中 我们这个道场 没讲别的法门 一来到台中 就是讲的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 大家学了这些年 净土法门 就三个字 信 愿 行 没谈到性上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性这么重要 没谈到性上 这怎么办 信 愿 行 你只把那个信字 站得住 不讲这个性 也能成功 这是净土宗的特别处 可是这样说起来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性 为的要懂得这个性 你修净土宗就不动摇 男性之法 你就不动摇了 也不受欺骗了 因为 你不懂得这个 不懂得 我信也行 你又不信 又不信 这个净土法门 大家又说 我们怎么不信 多少年了 我跟诸位说 你们那个信 跟我一样 跟我怎么一样 我信 这个信之中 我不过是万分之一 我跟诸位说 诸位对于净土宗的信 也就是万分之一 跟我一样 不过 或许还不如我 我是自从来到这里 三十多年 我没有改 你们诸位 东改西改 改了多少次 为什么改 你就是信不及他 这么六个字 有什么用处 你不信 那你跟我怎么能比 这个我跟你说了 说了的功夫 我今天不能再把前面的讲了 我讲两条了 好懂 那天讲两条 要是再接着讲 光这个 咱得讲到过年 我想 咱也讲不完 这个信 大家站不住 够不上那个信 又不懂这个信 这就叫胡闹一套完了 那有什么法子 那你怎么不早说 我早说晚说 我就在这里给诸位说 再说十年 也怕没用处 为什么没用处 根本你只生障碍 那有什么用处 先讲了性子 才能讲别的 我随缘就是了 就说普通教理 现在我们大家 有几个人懂得 这个教理 要紧一个性 一个相踪 这两门一点都不懂得 干什么 怎么不懂得 那你不往里头求 往里头求 诚心正义的 大家光知道念佛 要念到一心不乱 听法也是一心不乱 跟你诸位说吧 你听法两个心 跟白听一样 什么用处呢 把这个心精神 地听 地听 你要在这里听 放下一切 这个心都在这个经上 哪一位能做到这个样子 那个地听的 一听他误了 不地听的 飘飘浮浮浮的 什么用处呢 还不是自己吗 我就讲第三条了 讲第三条的功夫 你把那个第一第二 看一看 与那个可有连带关系 把那两条 把那两条完了 这第三 也讲不明白 大家看这个第三条 兴趣善恶 大家听着 我在这儿说一句 凡是我讲的这些 下头都有注解 什么注解 出到哪经上的 都是有经上的根据 没经上的根据 自己随便说不行 这个大家要明白 我再三地跟诸位讲 我讲了 你回去查哪一个 佛学词典 你查哪不经 上头没有的时候 你见了我来打嘴巴 我不给你诸位都说过吗 这都是有根据的 我在这里 你讲这个我听不懂 你听不懂 那也没法子 我也没法子叫你懂了 我只管尽我的心 那你懂了 你只听经的功夫 地听 一心不乱 你就懂 就这么句话 我们就讲 这个第三条了 性据善恶 怎么讲 这个本性 据 它全有 全有什么 也有善 也有恶 本性里头 都这个样子的 这一句话 学佛的人 就若干人 不承认 再说 现在我们连设 给学生讲 论语 把中国的文化 讲讲 孔圣人 也是这样讲 孔圣人 没说 性善 那个三字经上 人之初 性本善 那一句话 不对 性本善 有恶没恶呢 孔圣人 说什么 孔圣人 说的 性相敬也 这个性 大家 差不多 你说 差不多 这个话 说得这么 含蓄 你只要有了 习染 沾染 大家听明白 习相远也 染上善的 你就善 染上恶的 你就恶 孔圣人 也是这样讲 世间圣人 初世间圣人 一样的 可惜一般人 都模糊过去了 性相近 习相远 是孔子说的 这话跟佛说的 都相当 佛家这个姓聚 是什么经说的 成佛是法华经 法华经上 主张姓聚 姓聚怎么讲 大家听着 聚是权有 也有善 也有恶 要是有善 没恶 也不算全 有恶 没善 也不算全 这个大家 可听懂了 把这个 先翻翻吧 这个好懂 学佛 学佛听经 什么的 都是自相 矛盾 自己说了的 自己反对 这个经 原来到什么时候 说什么话 千变万话 可是 这个 讲的 不会 说到这儿 我说一句 常说 万法 为心 凡是学佛的 都懂 这一切法 这一切事情 在哪里 出来的 都是这个心里 变出来的 上一个星期 讲过 梦里 明明 有六趣 迷惑 颠倒的时候 也有六道轮回 也有天堂 地狱 绝后 一下子 觉悟了 空空 无大千 三千 大千 世界 也没有 也是 你心 造的 这个不也给大家 说过吗 即使说过 那么 咱就问了 大家学佛 都学了多少年了 可懂得个 十法界 十法界 要再不懂得 我再说一遍 这个就俗了 什么十法界 四圣六凡 四圣 佛 菩萨 声闻 圆诀 这是学了佛的 这是四圣 六凡 天 人 阿修罗 畜生 地狱 恶鬼 这是十法界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十法界 在哪里 出来的 都是在心里 造出来的 心外无法 心以外 没有 即使心有 十法界 还不是 有善 有恶吗 大家想想 四圣 这是善 六凡 皆是恶 这不明明 是兴趣吗 兴趣 什么都是兴变的 这个不能说听不懂 听不懂 我讲的又很浅 很好懂 这两句 是把这个事实 先说出来 事实还能不懂得吗 下头介绍这个理 大家看下头这两句 为什么这个样子 有两种理 第一种是什么 约情智说 情智是什么 情 是这个人 情实 咱们都是有情的 众生都是有情 这个字 大家 我给你说吧 譬如一般人 就难懂了 怎么难懂 这个 要是念过中国书的 从前的 你跟他讲 他还懂得 他信中国的文学 四书五经 他信 并不是真信 也是模模糊糊的 学庸礼记上说的 喜怒哀乐 喜怒哀乐是七情 喜怒哀乐 这是不正常的态度 知未发 还没到发作出来 大家听听 念过书的都懂得 未知中 这个时候叫做中 发而皆中节 发作出来了 喜怒哀乐 皆发作出来 发作出来 你得控制它 到一个一定的节度 到这里止住 不能再往下发展 未知和 虽然发作了 还算和平 中和之道 念过中国文化的 从前 不论谁 都能够懂这两句 这就是情 这个情 就咱们说的话 感情 这个东西 人有感情不好吗 坏到这个感情上 学佛才懂得 学佛才懂得这个 怎么的呢 讲究智慧 现在人常说 别动感情 站在理智上说话 在智慧上说话 这个大家常这么说 光嘴里说 他不懂得 在佛学上名字 就叫转时成智 感情这个东西是坏的 智慧这是真的 你学佛 八时 这个常听 八时永远在轮回里头 得改了 转成四种智 转时成智 这就成功了 就是智与晴的 这两种关系 晴怎么有的 智怎么有的 这又得问了 这两句下头有解说 二曰迷雾说 感情是迷惑了 跟大家说吧 迷惑颠倒了 才出七情 那一个智慧呢 智慧是觉悟了 你就有了智慧 这两句 这是解释上头 绝后空空无大千 迷了就跟做梦一样 梦里明明有六句 大家要是学了这些年 连这么两句都不懂得 那什么用处 可是这样子的 诸位别说我们这个道场的人不懂 我们这个道场的 还算懂一半 就这两句懂一半 其他的道场 闻所未闻 那就没法讲了 那就是糊涂到死 在轮回里转悠 永远地在这里头这么糊涂 那有什么法子 悟是他自己觉悟 我点到这里 他听进去 悟了 他听不进去 怎么个悟法 这是讲了四句 大家仔细看看 这个得研究 我在这里头打个岔 正的还讲不完 还打什么岔 这个岔使必得打 为什么必得打 咱今天讲的这个 诸位今天听的这个 是你听华言讲到微戏智商了 说这个 过去这一段有另一个讲法 难处就在这上头 你认为就这一个讲法 那就错了 我跟诸位 你要说这个你不信 我说说 转时成智 你们哪一位没念过心经 心经都念过吧 心经上 无智亦无德 这个智也是没有的 心经上有说过 你要拿着心经来反对这个 心经是心经的说法 法华是法华的说法 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不是这么简单的 这我打这个岔 学佛 平心静气的 我们有学问 就继续研究 学问不到 就是按着信愿行 圣言量 经上说什么 你就照什么做 就成功 经上说你拿着什么 金砖 你千万别说 这是块木头 这就坏了 他说金砖 你就叫金砖 你只要有这种信力 就成功 万法皆是假的 这些事情 不是这么简单的 这个学问 要果然念过中国的文化 念过孔子的书 你就知道这些变化了 这里打这个岔也很要紧 无智义无德 一无所得故 才正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才成佛果 这个四句讲完了 后头 后头这阔 这阔谷里头是出在什么经上 有证明 大家看一看 出在什么经上 天台发之 中国讲这个经 中国咱不说别的国家 法华经 讲法华经的 是天台派 这一些研究教理的 都是研究天台教理 这是天台发之 天台宗 固然是这个样子的 经兮四明皆数 这是禅宗里的人 他也主张这个 不但他主张这个 华言经上也主张 华言经上也有一部分 主张这个 都有 经上写的都有 不过住的不多 都主张这个兴趣 这不止一本经 这个有功夫查 知道这个了干什么 知道这个了 我给诸位说 这个用处大了 怎么用处大了 天台讲 法华经 一念 这个大家也听说过 我是不会讲就是了 一念十法界 大家会说这个的 有多少人 怎么叫一念十法界 你在这里坐着 起一个念头 这一个念头 仔细分起来 这个十法界 这一个念头里头都有 所以又说 一念三千 这个你得查佛学词典去了 一念十法界 十法界又变出三千 这一个念头短短的时间 又三千变化 人人都知道这个 但是不会讲 这个东西就重要了 为什么 你这一个念头 十法界都有 你这个念头 抓住那个佛 就是佛 抓住地狱 就是地狱 哪个你也抓不住 他就十个在那里变化 愈变愈多 愈变愈多 你这起一个念头 你就入十法界 可怕吧 这个修行容易吧 专心念弥陀 还不能叫他一念不实法界 一念一法界 一念一法界就好了 也不一念三千 也好了 哪一个办得到 况且 在外头乱跑 听了张三一套 又听李四这一套 也不知道他讲的 哪上头的 我也不懂 我要懂的功夫 这几年里 不能谈这个爱 打了两年的官司 是个学佛的 就懂得个五助烦恼 五助烦恼 最后是无名 当中私祸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都有三个爱字 五助烦恼里头 就站住三种爱 这三种爱 就行了 就不必出来了 这一条 就到这里为止 再讲第四条 讲完了 合起来给诸位再说说 看第四条 性起 看见这两个字了吗 这两个字 性起 怎么讲 跟那个性句 不一个讲法 句 是全有 本性里 全有 性起 不是这么讲 给大家说 这个本性 是不动 不变的 这个前面说过 不改变了 这个性 山难改 性难移 不变的 也是安定的 不动的 既是不动的 叫个起 起 起 就是动了 就是什么 发起 发起个什么事情 动了 这是性起 这两个字 大家知道了 这个性子动了 譬如这一碗水 不摇动的功夫 清清楚楚 一动 一摇动 就乱七八糟 这是性起 怎么个乱七八糟 下头讲 怎么讲 为缘起 就是缘起 什么叫缘起 就是真忘和和 咱讲这一句 这一句难懂一点 只要大家一心不乱听 就懂得 粗心服气 就不懂得 就这么个话 咱们听华严经 也听了十几年 常跟大家说 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这两句 大家念得都很熟 很熟 怎么讲 这可就麻烦了 这个 我跟大家说 这个缘起 咱听一听 外头的因缘 有了因缘 现在 做文章 发起个什么事情 就是缘起 就是缘起两个字 这都是跟日本人学的 日本人专拿佛经去 修改法律去 用的这些名词 这是缘起 缘起怎么讲 缘起是真忘和和 真是什么 大家听着 这个难懂了 真是说的真如本性 忘呢 忘是这些迷惑颠倒 这些虚假事情 和这些现象 凡所有相 皆是虚忘 真如本性 跟外头的现象 这是两回事情 大家听明白了吗 既是听明白了 并不反对 这个可以自己误 这就是华言经 特别的主张 大家不懂得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连这个都不懂得 听什么华言经 上头这六个字 大家要听不明白的话 我再说一遍 因缘不变随缘 因缘合合 常说着相 凡所有相 皆是虚忘 大家听着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这个常说 他俩可不一个讲法 有两个讲法 那一句就行了 何必两句呢 大家听着 要不说出 真实真如来 这个忘 是现这些忘像 凡所有相 皆是虚忘 就是这两种 这两种 是有真的 有假的 真的假的怎么样 真的假的 我们是求真 不要假 这个话对了吧 怎么个求真法 怎么个不要假法 这个 不变随缘 我先讲这一句 就是真如本性 一点都不变化 不变化怎么样 不变化 你不变化 是你自己的好处 与众生有什么好处 没有好处 众生有好处 怎么着呢 众生有好处 你得给他讲佛法 度他 讲佛法 不听这一套 他不定他信些什么 这是弘法照例的 得四摄法 四摄法 爱语 等等的 有同事 度不了他 他喜欢喝酒 你就陪着他喝酒 他喜欢赌博 你就陪着他赌博 这叫随缘 不变随缘 不变 你本性 一点没变样 你去随他的缘去 这叫不变可以随缘 诸位 哪一位能做得到 懂得这句了 随缘不变 怎么讲 随缘不变 是先随缘 随了缘 你这个性也不变样 不变随缘 是先不变 随缘不变 是先随缘 分先后 可是 这个分先后 大家可听明白 这一动 先后 分不出来 譬如 看见事情了 你在这里 要想随缘了 你本性 变没变 你随缘了 你先随缘 不变 这个前后之间 这两条就很难分别 所以是必须得了微细致 才懂这些话 这不是容易的 我在这里讲 我说着说着 自己也说不明白 得到了相当时候 你自己悟 这可是华言经上 最要紧的 你看见事情了 随缘 就先随缘 随缘的功夫不变 真如本性不变 不变随缘 是叫你心里不动 看到外头的事情了 你要去随缘 这是不变随缘 这是不变随缘 你看看 我说的这个 我自己说着很明白 很清楚 而在听的 能听清楚 听不清楚 我可就不晓得了 那就等于讲第八识 这个三系六粗识一样 同时 性起 同时起 谁在前 谁在后 所以是 佛学不能光讲文字 必得有相当的功夫 你自己练到这里 你才明白 没练到这里 怎么讲也不行 就譬如饮水 冷暖自知 你问我这个水 是热的是冷的 我说是热的 热到个什么程度 你懂了吗 我说冷 冷到个什么程度 你懂了吗 你自己要喝一口 冷暖你自己知道 你给我说 我又不懂了 这个东西 不是这么简单的 要是都这么简单 这么容易 都成佛了 现在也成了 成了束缚的那个佛了 弄这些乱七八糟 束缚在身上 谁叫你束缚 把这条说说 最后是同事 最后同事 同事是最后 他干什么 我们跟着干什么 先随缘 后不变 真忘合合 合合两个字 合合是谁在前头 谁和谁 真如来合合妄像 妄像去合合真如 这些地处 这些地处 诸位能听懂了 我们就照着说说 听不懂 万别乱讲 怎么的呢 大家可都懂得这个 一个不落因果 一个不媚因果 一个字 堕野狐身五百年 大家愿意造罪去 那就没法子了 但是 我这个讲经的 我是处处的小心 范围以外的 我不敢说 这两个比较 还能比较好了解的 这是他俩比较 都不好解 比较起来 华言 这个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比那个法华 好懂一点 咱们就能这样子的 懂得四射法 你看见众生 你想法子度 不问是真如在前 也不问是因缘在前 一概不管它 你就这个样子的 你只不变就行了 先随缘不变 行 先不变 后随缘 也行 弄不清楚 也不要紧 总而言之 众生 必得想法子度 千万可别说错话 这一个是比较 有个四射法 那不摆着吗 能学个不变 就要紧 这一个 头一个 这得要有问题 头一个是什么 第五解释 那个兴趣 这个大家看看 可以开开智慧 看这第五条 兴趣善恶 这个性 这个性原来是不改的 前面第一条就说过 不改的 产提不断 这是没翻译 产提是什么 产提是不信佛法的人 咱不必讲这个 叫一产题 这个不信佛法的 不信佛法的这种人 他既是兴趣 他的本性里也有善 这个大家听明白了吧 他既是兴趣 性里也有善也有恶 他这个人向来不信佛 向来不信佛 他这个信善还有没有 这不得要问吗 这提出问题来了 有善怎么不信佛 既是这个样子的 还能令修善其佛 他既是不信佛的人 不信这些善恶因果 他本性里有善 有善性 既有善性 你引导着他做善事 行不行 提出这个问题来 不信因果的很多 你叫他学佛 叫他信因果 他信还是不信 这是大问题了 本性里有善 怎么他不干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既是性有善有恶 佛不断性恶 成了佛了 他还有恶 大家听明白了吗 性聚 这个问题提得大 还能以修恶其佛 佛既还有恶性 还没有去 能叫他再学恶 佛还能变成恶人了吗 这是第二个问题 大家想想想吧 这问题要紧 这个我得先给诸位 又得打个岔 解释解释 解释什么 熏染习气 佛家讲这个东西 你怎么熏染 它怎么变化 熏染的时候 时候一久 你就懂得哪个 你那个心就安稳 不懂得哪个 你就不安稳 心安理得 既是理得了 就心安了 他就是对于 哪一种事情 他了解 知道这个事在 他就很明白 这句话 大家可听明白 他明白 明白是说 这个咱俗话里有的话 明白人好说话 糊涂人难讲理 明白人 你给他讲讲 他才行 糊涂人 你给他讲理 欲讲欲糊涂 这一个明白 这就很什么的 佛家用个智字 知道这个智字 大家看 答复了 先答复头一个问题 产提不答性善 不信佛的 不信因果的那种人 他不明答 哪个是善 哪个是恶 这善恶两个字 他弄不明白 他糊涂 这糊涂人难说话 这是记住这个 现在说个不好听的话 现在不要紧了 现在当兵 这个征兵的都是学生 从前这个兵 是在外头招募 他也没念过书 什么也不懂得 也有句俗话 我想台湾也有 秀才 秀才是念书的人 秀才念书懂这些道理 秀才遇见兵 有理讲不清 台湾有这个话吗 那就好说话了 秀才很明白 遇见兵 从前的兵 什么呢 有理讲不清 你遇讲 他遇糊涂 那就行了 他不懂 他不明白 这个明白 就是真如实性了解 他知道 这是很要紧的一个问题 这就可以答这个问题了 头一个 那个不信佛 不信因果的 他虽然有善性 还为善染 他既有善性 他对于善恶 他不了解 不了解 你引导着 他往善上走 他还干 他不知道 我这是做善事了 他不知道是善 所以他干了 干了是干的善事 他不知道 他干的是善事 糊涂 所以 还能做善事 听明白了吧 这个问题 就算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 说佛 佛不断信恶 成了佛 他那个本性 兴趣 他还有恶 还有恶是不错 能达于恶 他对于哪个是善 很通达 哪个是恶 他也通达 他都明白 哪个是善 哪个是恶 懂得了 他就与恶自在 不为所染 遇见那个恶事情 一看 他就明白 这是恶事情 他明白 明白 他就不干 这个恶事 他就不干了 染不上他了 修恶不起 有恶 引导着他修恶 这个恶 发生不起来 他心里 干不下去 我举个例子 咱们大家 在家人 不许看 出家人的戒律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这个 听见说过吗 出家人 这个戒律 是个什么东西 大家没看过 不知道这个 我跟你说吧 律仪 你听着 律 就是一条一条 不准干什么 不准干什么 咦 那是些礼貌 都得学 咱不说 那个礼貌 那些不重要 这个礼貌 也得学 连个礼貌 也不懂得 这算个什么 出家人 他要懂得了 他的一举一动 都合规矩 至于 那个戒律上 我跟诸位说 犯的那些罪 我只能说到这里 我不能详细 跟你讲 你想不到的 一些罪 给你说吧 你想不到 你这些 没受过戒律的人 你拿过来 那个看 你反而学上坏 想不到的 这些坏事 是谁说的 都是佛说的 哪个坏 哪个坏 哪上头说得 明明白白的 奇奇怪怪的 比现在 这些乱七八糟 这个 比这个还剩得 有的是上头 佛 在戒律上 写上 他不准别人做 当然 他不做 这个 还不明白吗 他不做了 就是他知道 恶 他不做 他都说出来 咱们不能看 不但不做 还禁止 定在戒律上 不叫人做 这不是 解释 广用恶法 度化众生 譬如地狱 入什么地狱 造的什么罪 入什么地狱 造的什么罪 那不是一看 造的那个罪 他就改了 我从前 我这个性情 也很强硬 下游顶 上游锅 我皆不怕 就是什么 有那一个热屎地狱 我一想 这个热屎地狱 受不了 有热 有那个粪 有那些蛆 都在鼻子 在眼睛里钻 受不了了 我这才 我信这个 一个人怕一条 里头 大家想吧 性情刚硬 上油锅 上墨子 我不在乎 热屎地狱 热粪 好 终点也已到了 一表 二表 还是带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